初心造就,第二十三篇,赦免和挽回你妥生。 读经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五节,十五至二十节,那时彼得进前来,对耶稣说,主啊我弟兄得罪我,我当饶恕他几次呢? 到七次可以吗? 耶稣说,我对你说,不是到七次,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 天国好像一个王,要和他仆人算账。 财算的时候,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。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,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,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 那仆人就俯俯拜他,说,主啊,宽容我,将来我都要还清。 那仆人的主人,就动了慈心,把他释放了,并且免了他的债。 那仆人出来,遇见他的一个同伴,欠他十两银子,便揪着他,掐住他的喉咙,说,你把所欠的还我。 他的同伴就俯伯要求他,说,宽容我吧,将来我必还清。 他不肯,进去把他下在监里,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,就甚忧愁,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 于是,主人叫了他来,对他说,你这恶奴才,要求我,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,向我连续你吗? 主人就大怒,把修交给掌刑的,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 你们何人,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,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,指出他的错来。 他若听你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他若不听,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,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若是不听他们,就告诉教会,若是不听教会,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,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我又告诉你们,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,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,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 因为无论在那里,有两三个人奉我明聚会,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至五节,你们要谨慎,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,就劝诫他,他若懊悔,就饶恕他。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,又七次回转说,我懊悔了,你总要饶恕他。 使徒对主说,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 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,就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们,我们该怎么办? 不是我们得罪了人,乃是人得罪了我们,该怎么办? 把上面所读的这三处圣经合起来,现在我们先来看赦免这件事。 马太师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,那时彼得进前来,对耶稣说,主啊,我弟兄得罪我,我当饶恕他几次呢,到七次可以吗? 耶稣说,我对你说,不是到七次,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 路加十七章三至四节,你们要谨慎,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,就劝诫他,他若懊悔,就饶他。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,又七次回转说,我懊悔了,你总要饶恕他。 马太福音师说,赦免弟兄不止七次,是到七十个七次。 路加福音师说,一个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你,又七次回转说,懊悔了,你总要赦免他。 不管他的懊悔是真的或是假的,只要他这样说,你就要赦免他。 他的真假不是我们的事,我们总当赦免他。 七次不算多,但是一天七次也不算少。 同样的是,一天做七次,同一个人,一天七次向你说我得罪你,若是这样,你还会相信他是诚心认错吗? 恐怕你要说,他是口里说说罢了。 所以,路加十七章五节说,使徒对主说,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 他们觉得,这是一个难处,一个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人,又七次回转说,懊悔了。 好像这是不可置信的,好像他们信不来,所以说,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 可是神的儿女,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,还是应该赦免。 弟兄得罪我们,我们不应该把罪留在那里,一直纪念着。 二,神的度量。 主在这里引一个比喻,天国好像一个王,要和他仆人算账。 才算的时候,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。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,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,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。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,主啊,宽容我,将来我都要还。 那仆人的主人,就动了慈心,把他释放了,并且免了他的债。 这一个仆人,在神面前所亏欠的千万的银子,是非常大的数目。 他自己是没有力量偿还的,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 我们对于神所有的亏欠,总是无法偿还的,与人亏欠我们的数目相比,差得太多了。 每一个神的儿女对于他自己对神的亏欠有了正当的估价,他才会对弟兄的亏欠有宽大的赦免。 我们如果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大,就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广恩的人。 我们需要看见自己亏欠神的数目是何等大,才能看见别人所亏欠我们的是何等有限。 主人因为仆人没有什么偿还之物,就吩咐说,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 其实,就是把他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,还是没有方法还清的。 所以,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,主啊,宽容我,将来我都要还清。 人很少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恩典,什么叫做福音。 人在神面前常以为金佑他所不能的,将来他总作得到。 在这里,你看这一个仆人,他如果把一切都卖掉,还是不够还的,他就说,主啊,宽容我。 将来我都要还清。 他以为他的存心是好的,不是要赖债,乃是求主人给他更多的时间,他将来都要还清。 其实,这是不认识恩典的人所有的打算。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,把他释放了,并且免了他的债。 这就是福音。 福音,不是神按着你的意思,替你做事。 虽然你说主啊,宽容我,将来我都要还清,主却不是说你有多少先拿来,后来再还清,主乃是免了你所欠的债。 人的祷告祈求,远赶不上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 我们的主,是按着他所有的替我们做,是按着所有的答应我们的祷告。 这一个主人,把这一个欠他债的仆人释放了,并且免了他的债。 这就是神的恩典,这就是神的度量。 任何在神面前求恩典的人,主都给他恩典,纵然他对于恩典的认识非常的小。 这一个原则,是我们应该看见的。 主喜欢给恩典,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意思求恩典,主就给你恩典,主就是怕人不求。 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盼望,说主啊,你施恩给我,主总是施恩给他。 并且,主所赐的恩典,是要做到他自己满意。 也许你以为讨一块钱就够,但他不是给你一块,乃是给你一千万。 他总是要做到他满意为止。 他做的事,必须与自己相衬。 你一块钱收得进去,神却拿不出这样小的树木来。 他不拿出择椅,要拿出就要按着他的度量拿出来。 我们要知道,救恩乃是按着神的度量坐在人的身上。 救恩不是按着人的思想坐在人的身上,救恩乃是按着神的思想,神的打算成功在人的身上。 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求主说,你得国降临的时候,求你纪念我。 主听见了他的祷告,却不是照着他的这一个祷告答应。 他主乃是说,今日你要捅我在乐园里了。 路2242-43 救恩乃是神按着自己的思想救人,不是按着罪人的思想救人。 不是罪人的那一个有限的思想在那里,想神要怎样替他做,乃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思想来坐在罪罪人的儿上。 所以,主不是等到德国降临的时候,才纪念,他乃是应许他今天就在乐园里。 那一个税吏在殿里祷告,他用手捶着胸说,神啊,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,他至多只是在神面前求可怜,他可是神听见了他的祷告,并不是照他这一个祷告来答应。 他主纳苏乃是说,这人回家去,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 路十八九至十四 换句话说,这一个罪人回去,就得着了称义。 这是远超过罪人所想的。 罪人自己没有想到,称义只是求可怜而已,神却说,这一个人是称为义了。 意思就是神看他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,神他是有义的了。 不止他的罪的着了赦免,并且他这一个人被神称义了。 由此可见,神不是按着人的思想来成就他的救恩,乃是按着他自己的思想来成就他的救恩。 浪子回家,路十五九至十四 也有同样的情形,当他在远方还没有遇见父亲的时候,他是预备回家去做仆人的。 但是,当他到了家里之后,父亲并没有叫他做仆人,反而吩咐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,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,把鞋穿在他脚上,把那肥牛犊崽了,吃喝快乐,因为他这一个儿子是死而复活,失而又得的。 从这里,我们也能看到,神不是按着我们罪人所想的来成就他的救恩,乃是按着他自己所想的来成就他的救恩。 还有,马可二章告诉我们,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主耶稣那里去,因为人多,不得进前就把主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,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, 盼望主耶稣医治摊子,使他能起来行走,但是主耶稣说,小子,你的罪赦了。 可二五,主纳苏不只要医治他,并且更要赦免他的罪。 这也告诉我们,神要做到他自己满意为止。 你尽管到神面前去求,求得够也罢,求得不够也罢,神总是要做到他自己满意为止,不是做到罪人满意为止。 所以,我们对于救恩的思想,不要从自己这一边来看,而要从神那一边来看。 三,神的盼望。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,凡需要得着恩典的人,都得学习给人恩典。 凡蒙恩的人,都得学习是恩典。 人如果接受的是恩典,神就盼望他给人的也是恩典。 马太师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,那仆人出来,遇见他的一个同伴,欠他十两银子,便揪着他,掐住他的喉咙,说,你把所欠的还我。 他的同伴就俯伏要求他,说,宽容我吧,将来我必还清。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,我们所欠的是一千万银子,别人欠我们的,不过是十两银子。 当我们对主说,主啊,宽容我,将来我要还清的时候,主不但释放了我们,并且还免了我们的债。 你的同伴,就是你的弟兄,他无论如何得罪你,至多是欠你十两银子而已。 他也对你说,宽容我吧,将来我必还清。 他和你同样的盼望,同样的要求,你怎么能不宽容他呢? 但是,这一个仆人不肯,竟去把他下在监里,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 三十。 主引这一个比喻来给我们看见,一个不赦免别人的人,在神看来,是何等的无理。 你如困不赦免你的弟兄,你就是这一个仆人。 我们读这一个比喻的时候,我们觉得,这人真是没有道理。 主人免了他千万的债,他却不肯免去人十两银子的债,竟把人下在监里,等人首巴所欠的还清。 他是何等的讲公义? 我们要知道,信徒带自己应该根据公义,但带别人应该根据恩典。 不是说弟兄不亏欠你,主也知道他亏欠你。 但是,主给我们清楚地看见,公个信主的人对于弟兄如果不能赦免,这一个人就不是以恩典对待人,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缺少恩典。 三十一至三十三节,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,就甚忧愁,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 于是,主人叫了他来,对他说,你这恶奴才,姊妹求我,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,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? 主怎样对待你,主也盼望你怎样待别人。 主没有按着公义向你要,求主也不盼望你按着公义向别人要求。 主是按着连续免了你的债,主也盼望你按着连续免别人的债。 主用什么良气粮给你,主也盼望你用什么良气粮给别人。 主乃是用十足的升斗,连摇带岸,上间下流的恩待你,主盼望你也用十足的升斗, 连摇带岸,上间下流的去恩待人。 主怎样对待你,主盼望你也怎样对待你的弟兄。 在神面前,有一件最难看的事,就是一个得了赦免的人,竟不肯赦免别人。 一个猛赦免的人,竟不肯赦免别人,一个猛连续的人而不连续别人,没有一件事,比这个更难看。 人不应当接受了恩典而不给人恩典。 人必须学习在神面前看见,主如何对待我,我也当如何对待人。 接受恩典的人,拒绝给人恩典,这是最难看的事。 蒙了赦免而不赦免人,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看的事。 欠债的人讨债,这是神所定罪的。 亏欠的人,既免别人亏欠他,这是神所恨恶的。 主人问他,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,向我连续你吗? 神愿意我们像他那样连续人,所以我们要学习连续人,要学习连续人,要学习赦免人。 蒙了恩典的人,神所赦免的人,要学习免别人的债,赦免别人,连续别人。 也恩待别人。 要扬起头来对主说,主,你已经免了我一千万银子的债,我愿意赦免所有今天得罪我的人,也赦免将来一切得罪我的人。 我有这么大的罪,你尚且赦免我,我也要学习,要学习有一点像你。 我愿意赦免别人。 4.神的管教 接下去,第34节,主人就大怒,把他交给掌刑的,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 在这里有一个人落在神的管教里,神把他交给掌刑的,要等他还清所欠的债。 第35节,你们个人,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,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 这是严肃的事,我们盼望没有一个人落在神的手里。 人要从心里赦免弟兄,像神从心里赦免他一样。 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看见,如果有弟兄得罪你,总得在神面前学习赦免。 总不应该在那里纪念弟兄的罪,总不应该在那里囧弟兄讨还。 在这一件事情上,神的儿女应当向我们的神。 神如何宽大的对待你,神也盼望你如何宽大的对待你的弟兄。 二,挽回弟兄。 我们若光是赦免弟兄,那还是消极的,还是不够的。 我们还需要挽回他,这就是马太十八章十五至二十节对于我们的要求。 一,告诉他本人。 马太师八章十五节,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,指出他的错来。 在神的儿女中,常常有彼此得罪的事。 如果有弟兄得罪你,你该怎样做呢? 主说,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,指出他的错来。 弟兄如果得罪你,你第一件事不是去告诉别人,不是去告诉别的弟兄姊妹,也不是去告诉教会的长老,也不是随便拿来当作谈话的资料,主在这里没有这样的命令。 如果弟兄得罪你,你第一件事要做的,乃是去告诉得罪你的弟兄。 许多时候的难处在这里,一个弟兄如果得罪了另外邱哥弟兄,这一个被得罪的弟弟兄就指他宣传,东告诉人,一直地告诉出去,全教会也许都知道了。 而那个弟兄本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 这样告诉人是弱者的行为,只有弱者有才没有勇气告诉本人,只敢在背后说,不敢在当面说。 在背后传说事情,拨弄事情,这是不洁净的。 不错,我们要对付弟兄的错处,但是主,不要我们先去告诉别人。 第一要告诉的,应该是他,牧人,而不是别人。 我们若把个基本的功课学习好,就能够使教会免去许多的难处。 那么,怎样告诉他呢? 写信给他吗? 主没有这样说。 主所说的告诉的方法,不是写信,乃是要你去当面对他说。 可是,有一点要注意,在他他的背后固然不能说,有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,也不能说。 要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才可以说。 许多神的儿女,在这一点上失败了,就是当着别人的面说人。 可是,主的命令是,只有他和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才可以说。 换句话说,对付个人的罪,只需要你们两个人,不需要第三个人,绝对不需要。 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这个功课,绝不能再得罪你的弟兄辈,后说话,也不能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他,要在只有他和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指明他的错。 你不是在那里说别的事,你不是在那里说的问题,你是要把你弟兄的错处指出来,这需要有神的恩典。 这是,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要说,这样做,不是很麻烦吗? 不错,是有些麻烦,可是你要照着主的话去行,就不应该怕麻烦。 如果你觉得,某弟得罪你的这一件事,是小到一个地步,不需要去对他告诉他,那么,也就不需要去告诉别人。 如果你觉得,这一件事不要,仅很简单,不成问题,不需要别人,却需要告诉。 要就告诉他本人,要就不说。 总不能别人都知道了,只有他本人不知道。 二,告诉的目的。 第十五节的下半节,他若听你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这是告诉的目的。 你去告诉他本人,目的不是要得着赔偿。 你去告诉他,他只有一个目的,他如果听你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所以,问题不是在你的损失多,大问题是在这一个弟兄这样得罪你。 如果这失事不弄清楚,他在神面前就不能过去,交通出了问题,祷告有了拦阻。 所以你要去劝,怕。 不是你感觉受伤的问题,乃是你的责任问题。 如果光是你个人的评觉受了伤,那是太小的事。 如果不过是你的感觉受了伤,你觉得不大成问题的事,你可以过去,那就不必告诉你的弟兄,也不必告诉任何人。 对于这一件事情的轻重,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比你更清楚,你该不该去告诉这一位弟兄,这一个决定的责任,就就大在你身上。 谁是最清楚的人,责任就在谁身上。 有许多事情是可以让他过去的,但也有许多事情是必须对付的。 如果真的有得罪的事能叫我们的弟兄师,洛娜嘛,你总得找只有他和你两个人在一处的时候,去指明他的错。 凡不能马虎的,你就不能让这一件事马虎过去,因为你虽然可以过去,他却不能过去,他在神面前出了事情,神没有赦免他。 如果弟兄有了错,错到一个地步,在主面前出了问题,那你该知道,这不是小事情,应当去对他说清楚。 你要找机会,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告诉他说,弟兄这样得罪我,不对。 你这样得罪我,会使你在神面前没有路,会使你在神面前有拦阻,有很大的损失。 他如果肯听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,你就挽回了这一位弟兄。 今天许多神的儿女,不顺服这一段教训。 有的人老是把弟兄的错处对别人说,一直在那里宣传,有的人虽然不对别人说,但是一直不肯赦免,老是放在心里面,有的人赦免了就完事,什么都不管。 但是,主不要我们这样,老在那里说人的错,是不对,口里不说,心里却不肯赦免,也不对,只有赦免,没有劝免,也不对。 主不是说,你的弟兄得罪你,你赦免了,他就可以不管了。 主给我们看见,被得罪的人,反而有责任去挽回得罪他的人。 果得罪你的不是小事情,那你为了他的前途,就有责任去对他说,必须去挽回他,必须想方法去得罪你的弟兄。 去说的时候,态度要好,存心要对,目的是要挽回你的弟兄。 你如果存心是要得着他,你就知道如何指出他的错来。 如果你存心不是要挽回他,那反而会加深裂痕。 你必须看见,劝免的目的,不是在索取赔偿,不是,要拯救你自己的感觉,乃是要挽回你的弟兄。 三,告诉时的态度。 你的目的如果是……的,你就知道手续要怎样做。 第一,你的灵必须对,然后你所说的话,你说话的方法,你的特度,你的脸,色你的声音,你的语气也都要对。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得着他,不光是要他晓得他的错。 如果你去责备他一顿,截然你的责备可能是对的,你所说的最重的话也可能是对的。 但是,你的态度,声调和脸色,却与你要得着他的目的差得太远了。 我们要说一个弟兄好,很容易,要赞美谁也很容易。 我们发脾气急告诉人一件事,那也很容易,只要放松情感,我们就做得来。 但是,又要他知道他的错,又,要挽回他,得着他,这只有满了恩典的人才能做。 自己对了而不骄傲,自己对了而能温柔,自己对了而能帮典的人才能做。 自己对了而不骄傲,自己对了而能谦卑,自己对了而能温柔,自己对了而能帮助人知道错,这必须把自己完全摆在一边才能做得来。 我们要知道,主许可一位弟兄得罪你,那是主看上了你,挑选了你,把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你身上。 你是皮挑选的器皿,神要用你去做挽回的工作。 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,很小的是,你赦免了他,那就过去了,没有留下别的难处。 但是,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到一个地步,不能过去,那你就不能闭起眼睛来,算他没有这件事。 因为事情总是在那里,不能抹杀。 这些难处如果不解决,就成了教会的重担教会的能力,常因着重担而被削减,执事的工作也常因着重担而被削减。 所以,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,有事情就得对付。 有人得罪你的时候,不要闭起眼睛来不管,要去好好的对付。 不过,灵要对,态度要对,话语要对,脸色要对,声调要对。 这样,你才能够得着你的地。 四,告诉另外的人。 第十六节,他若不听,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,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你一个人到,他那里去,用很正当的存心,很好的态度,很温柔的话语,对他说了之后,如果他不听,你就可以去告诉另外的人。 但,须等到他不肯接受的时候,才可以告诉人,绝不是随便去告诉人。 神的儿女,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了难处,如果两个人肯一同在前神面前对付,很少事情是不容易解决的。 但是,说话一不小心,传到第三者的耳朵里,这一个难处就加重了,就很不容易解决。 好像一个伤口,如果没有把外面的东西加进去,那还容易医治,若是把污泥在伤口上擦一擦,那不但增加了痛弱,更加增加了医治的困难。 把两个人之间的难处告诉第三者,就等于把污泥在伤口上擦一擦。 所以,在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,总得两个人直接对付。 除非他不接受这一个对付,才可以告诉另外一两个人。 并且,诉另外一两个人的目的,也不是为这多话,乃是要请他们一同去对他说,一同去帮助他,一同去寻求交通。 这另外的一两个人,总得是在主里面有精力的人,有属灵分量的人。 你把你们两个人中间的事,摆在他们面前,请他们看这一件事情是如何,是不是这一个弟兄错。 这一两个弟兄,为把你们的事,在神面前祷告过,查看过,用属灵的力量判断过。 如果他们也觉得这一件事是他的错,就和你一同去对这一个弟兄说,这一件事,你错了。 你这样做,你在神面前没有路,你必须悔改,你必须认错。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这一两个人,必须不是随便说话的人。 你不要带多话的人去,多话的人根本不能叫人佩服。 要带可靠的,诚实的,有属灵分量的,在主面前有精力的人去,这样就能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五,最后告诉教会。 第十七节,若是不听他们,就告诉教会。 你一个人对付不了,就带一两个人去对付,他如果还不听,那你只能告诉教会了。 这里说的告诉教会,不是你当着全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,把这一件事提出来,乃是去告诉在教会里负责的长老。 如果教会的良心,也觉得这个弟兄有错,那么他必定是错了。 那一个弟兄,若是活在神的面前的,就应当放弃自己的看法,接受两二个人的见证,如果不接受两三个人的见证,至少应该接受教会的断案。 教会一致的看法,教会一致的意见,就是主的心意。 他应该知道,不听教会是不对的。 他应当学习柔软,不相信自己的感觉,不以为自己的定规是靠得住的,他应当接受教会的感觉。 如果再不听,怎么办? 第十七节下半节,若是不听教会,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 这是很严重的话。 换句话说,如果他不听教会,那么所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不与他来往。 因为他那一个难处不肯对付,所以教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,与他没有交通。 在这里,虽然还没有到要隔除他的地步,可是弟兄们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,大家不理他。 他说话,大家不听,他来破饼,大家也不理他,他祷告他的,大家不说阿门,他要来,让他来,他要走,让他走。 大家看他是另外的人。 实在说来,神的儿女如果有这样一致的态度,就很容易把他挽回过来。 这样的对付他,目的还是为着挽回他。 第十八节的话,是根据上面的话来的,十八节说,我实在告诉你们,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,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教会所做的,主在天上承认。 如果教会看他有错,而他不听教会,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,这一个,主在天上也承认。 十九至二十节所说的话,也是根据上文来的,我又告诉你们,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,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,我在天上的,父必为他们成全。 因为无论在那里,有两三个人奉我的明聚会,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 前面说,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,这是什么原因呢? 这里告诉我们,两三个人的原则,就是教会的原则。 如果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地做一件事,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地在神面前看一件事,那么神也必定承认这一件事。 马太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的话,就是根据对付弟兄的事来的。 从两三个人到全教会,父在天上要承认他们所做的事。 我们在这里,要附带说到一个问题,就是教会怎样断定重大的事情。 横传第十五章告诉我们,弟兄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,大家都可以说话,所有的理由都可以讲。 连要守律法的人也可以站起来讲他们的主张,虽然他们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。 换句话说,弟兄们都有说话的机会。 但是,不是弟兄们都可以断定事情,乃是等弟兄们在神面前把所有的感觉说出来之后, 长老们听过了大家的话,最后就把他们在神面前的感觉说出来,做一个最后的断定。 他们这几位负责的弟兄在神面前都有同一的感觉, 这一个感觉就是教会的感觉,就是教会的良心。 他们说了之后,大家就都服了,大家就都同心合意地去做。 这才是教会的办法。 绝不压住人,不给人说话的机会,但是也绝不可以随便说话。 在断定的时候,是长老们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说话,弟兄姊妹,要听长老们所说的话, 如果圣灵在教会中有权柄,这些事情就能很顺利地解决。 如果圣灵在教会中没有权柄,肉体的意见一多,教会就没有办法说话。 所以,我们应该学习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,听从教会的话。 但愿神恩待我们,使我们像主一样,做一个有恩典的人。 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,我们就从心里饶恕他。 不但这样,我们还要尽我们的责任,照着主的话去挽回他。 但愿神带领我们,在教会中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